Hi 各位,我是Lid 这个视频 KSSM 国中一年级 社交了历史课的第四章 《蒙克纳利·达玛顿》了解文明将会被讨论 在进入课文之前,课文内容将被讨论 这是第四章课文内容 《蒙克纳利·达玛顿》了解文明 本章由三个主题组成 第一个主题是《马苏达玛顿》文明的意思 在此,文明的意识将被讨论 第二个主题是《文明的概念》 在此,西方与伊斯兰世界对文明的概念的看法将被讨论 第三个主题是《早期世界文明的特点》 在此,早期文明的九个事项的特点将被讨论 这九个事项是 Potanyan Dampatagangan 农业与贸易 Pampantokan Panda 城市的形成 System Pamaritahan 政府体制 Pankususan Bergerjayaan 职业的专业化 Organistasy Social 社会组织 Technology 技术 Agama Dampatakabajayaan 宗教和信仰 Turisan Dampaninpanan Record 书写与记录存储 Kesanian Dampasusastaraan 艺术与文学 这是第四章了解文明课文内容的简要概述 现在第一个主题 文明的意识被讨论 文明是一个社会在某个时段 在各个领域由创造力和创新推动达到的最高成就 文明涉及改善人类生活的过程 让生活变得更好更多样化 现在文明在其他语言的意识被讨论 在英文中文明被称为Civilization 在希腊语中文明被称为Civitas 在阿拉伯语中有几个单词分别是Mutun,Matain,Matana,Hatala和Hatari用来指向文明 这些单词如何说明文明将被讨论 首先来自英语的Civilization Civilization文明是指人类发展和组织中最先进的阶段 它涵盖各种领域 例如在知识、艺术、信仰、道德、法律、习俗和能力领域 关于希腊文中的Civitas一词的含义 意思是城市或都市 它还指在文化、科学、工业和政府系统各领域的发展水平 关于阿拉伯语中的Mutun,Matain,Matana,Hatala和Hatari Mutun,Matain和Matana代表着道德和城市的发展程度 Hatara译为地区、县市、城市、乡村和用于耕种的地区 Hatari译为土地或房屋、繁荣和财富水平 关于马来文的Damadun和Badaban 它是以涵盖建筑、经济体系和创造的物质繁荣 和涵盖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的最高思想发展为考量的社会繁荣成就 现在第二个主题Concept Amadun 文明的概念被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